小王家住杭州滨江区的绿城明月江南东区 上次记者采访时 小王带记者看了地下车库二状通道处 里面不仅放置了快递柜 地上也堆放着大小包裹 按照小王的说法 快递员每天收发分简 不仅通道被占着 门口的车位也会被占用 快递小哥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们物业也没有给我们地方 让我们去分点包裹或者是停车 首先我觉得没有很多小区 没有几个小区 是把快递柜放在地下车库的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物业应该在一层 设置一个快递驿站就可以了的 但是很多业主反应就是说 我们小区一楼设置一个快递驿驿站 就是影响小区档次 当天小区物业对接人郭管家表示 会再跟快递员沟通 如果累计三次不按规定分简 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禁止快递员进入小区 这两天 小王再次联系记者 说是现在快递柜变更的位置 通道敞亮多了 但有一个新问题 他的车子被划了 本来这件事情我就已经是过去了的 我也是同意了的 国庆之间我没有开车 然后10月10号的时候 我去开车的时候 发现我的车边上有两道印记 就是被刮了 小王的车位就在通道口 距离新设置的快递柜5米左右 记得笔划了一下 正常收发搬运快递空间是足够的 再看看小王的车 划痕在右后部 漆面已经处理过 小王提供了之前拍摄的照片 他觉得不像车辆碰撞造成的 更像是那个快递员 或者是业主推着小板车 然后路过快递划伤的 我这个车辆这边是一个监控盲区 我之前也跟物业反映过很多次 安全隐患的时候 说这是一个盲区 然后不能保证我车辆的那个安全 你怎么行为态度 他们没有任何态度 他们说他们查证不出来 然后让我报警就行了 小王说家里不止一辆车 所以这辆奔驰CLS300买来半年时间 只跑了1818公里 大多数时间就停在这里 记者也好奇问了句 既然不大用得到 多一辆车有些浪费 小王解释 他摇中了车牌 所以就花了六七十万买了一辆 记者联系上了物业的黄经理 针对小王想安装监控的诉求 进行了沟通 因为是这样的 毕竟他现在这里又放了一个 这个菜鸟驿站 就是也是需要考虑的这一块区域 因为人来人往 他没有小推车 可能容易会造成一些纠纷 我们小区也是需要 后期需要监控改造的 怎么看一下 这个点位的这个情况 黄经理说 调整快递归位置以后 物业接到了部分业主的反对意见 接下来还要多做沟通 安装监控的事 也会走公司流程 这次车子被刮 小王不打算追究了 但他做出了一个预测 说是这种情况 保不准还会出现下一次 1828黄金眼记者报道 这次车子被刮打了一个预测 这次车子被刮打了一个预测